台北市長柯文哲任內兩大案 北市科金華成案 六號台北市議會調查小組 召開首次會 決定召集人專案小組正式名稱 同時訂定調查小組共識 金華成案為區分專案小組 和一般議員調閱資料 要求市府以符水印區分 過去議員所資的資料進度 提供給監運的資料 也都要完整同步 同時調閱大事記 從會議記錄到內簽文件 全數調查案 我們的目的呢 也不是為了政治清算 也不是為了要誰的選票 也不是為了看誰不爽 該環清白的環清白 該釐清爭議的就釐清爭議 而北市科案首播約談 學思家廠商調查小組 約談市府基層公務人員 公開上網開放媒體 而約談廠商僅錄音錄影存證 依序約詢 有必要尋找外部專家學者意見 若過去未得標廠商要爆料引擎 則限制要具名且書面 小組成員更不得先行曝光資料 而關鍵的柯文哲 以及前市府相關人員 若有必要議併約談 不過台北市議員 檢舒培在調查小組會議開始前 也再度曝光新市證 指控柯文哲在核准 北市科第三次招租的市長會議室記錄 完全沒有錄音 開訂 確定讓這一件事情 分開招標的這個案子 居然沒有錄音錄音 還是柯文哲從頭到尾 根本無法見人 這個會議裡面決定的事情 無法公諸於事 所以從頭到尾就沒有錄音錄音 專案小組開會之前 其實有很多的議員同事們 大家拿出了很多的文件 不過都是捕風捉影 那其實也沒有任何的 相關的直接的證據來證明說 柯文哲突立了哪一家廠商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大家都是各自解讀這些資料 過去爆料滿天飛 如今兩大案都成立調查小組 再加上陣風處檢調三管齊下 讓案情能競速水落石出 記者是姚貞 蔡比翁 台北廠商報導